2018心灵提升营采全台视讯的方式 对于未处偏乡的台湾东部学员来说 可说是殊胜难得珍贵之礼 因为台北花莲火车票一票难求 往年参加心灵提升营是花莲义工最为紧绷的时刻 过去我们在花莲要到北部去参加一个大型法会 是非常的不容易 正行的前两个礼拜呢 我们就开始在半夜抢票 也知道说那个北回线的车票是非常的难买 那如果没有抢到票呢 我们就必须要做5点15分的区间车 过去学员要舟车劳顿到台北 部分年长或身体障碍的学员心灵提升之旅也特别的艰辛 这次我们可以在花莲教室举行 心灵提升营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因为从来没有在教室里面举办过 所以很多的视听设备啊 种种我们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大概会有200人以上 200多个学员以上会涌入教室 同时进行学习 那这么多的人进到教室里面来 动线的安排 视听设备是不是 所有都能够就定位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都是 风景的发条 真的有多少 女团圆有多少 男团圆有多少 然后那个厕所的比例 因为我们看到经常法会都是女生排很长 因为我的身体不怎么好 因为第一次在花莲教室主办 所以才有机会当第一工 那当然希望成效很好 那我们就以后可以继续在花莲办 可以饶益更多的人这样子 然后只是说我们的教室还是有点小 就是说能塞的我们都塞了这样子 然后怎么去把它挤出最多的人 就弄到还蛮晚的 可是还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究竟来到花莲教室聆听老师的课程 人人欢喜又感动 本来我们就很喜欢 很喜欢参加提升营 但是在远地真的没有办法参加 尤其花莲要出门 很困难 我们老人家又很多有小毛病 所以今天再花莲办真的是非常高兴 学员说我们的学习之旅 虽然比较辛苦 但是坚持学习 也要听老师的话坚持行善 印象最深刻就是 真如老师教人 遇到境界的时候 不要生起烦恼 要冷奶 我早上听到老师说 万一你如果碰到境 你要选择善的还是恶的 我还是选择善的 坚持行善 不厉害 不厉害 不厉害